我告诉你,就这两千块钱,还要不要,不要拉倒 老板,咱可不能这样,咱讲好的是五千 我这样怎么了,反正我这边的事位已经修好了,给你两千块钱就不少了 我劝你啊,要是实践的话,拿着两千块钱,赶快走 要不然的话,你这人要摆跑了,连两千块钱都没有 老板,你可不能这样,我来之前,咱们讲好的是五千块钱 现在给你修好了,给你两千块钱,你这样可不行啊 你说说你,就来到几分钟,我给你两千块钱还少吗 老板,你不能这样说,你说我开车走了两个小时才到这里 一会儿我还要走,我花费了多少时间 再说,这几次活,你不能让你几次活出钱 你别管我用了多长时间,我给你修好了,你都得给我挣那么多钱 我告诉你老板,你这么大的厂,那么多机器 你这样弄法,咱以后还得忙合作 要不这样吧老板,你把五千块钱给我 你以后机器出毛衣了,我再跟你合作,来跟你修 你今天,要是不够我五千块钱 你这就算过货拆讨,以后咱们没法合作了 你说谁过货拆讨呢,我可是一个叫信用的人 那既然你讲信用,那咱说好多五千,你就拿五千呀 你以为,我差你挣点钱呀 我是觉得,你来到我们厂,就基本上修好了 你要五千块钱,干到不止,我才给你两千呢 老板,你这样说就不对了,你别管我用多长时间 我把机器给你修好了,你就应该按摊好的价钱给我捡 既然,你那么快,把机器修好 证明,我的机器没问题 说一句,不值那么多钱,就值这两千块钱 没问题 老板,你好好想想,要是没问题的话 你怎么不让你的机器有点修啊,你为什么叫我来修啊 我没空张那几个机器也,都是个废物 一天到晚的,好事懒做,没有机器 要做修我的话,还让你来干什么呀 既然,你们厂的机器有点都修不好 我再到几分钟给你修好了 证明我的技术过为硬,我值这个价钱 老板,咱们不管做人做事,都要长成绩 我告诉你,咱们摊好的五千,你现在就要够五千 你喊什么喊呀 我就觉得,你来到国购厂,就机器上修好了 这个价钱不值 老板,你也知道,现在生意不好做 你给我打电话说,你的机器回来 全场工人都等着呢 我就赶紧过来了,我推了好多单 你知道,我随时多少单吗 我来到修好了,没想到,你不给我钱 诶,行了,我也不想跟你说那么多了 拿着两千块钱,赶快走吧 再说呢,你来到我面堂,就留了几分钟 诶,这两千块钱就不少了,赶快走吧 不行,老板,这些钱真的不行 你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厂机器坏了 你有好多订单,几日出货呢 要是不能按时出货,你要赔上人样,好多损失 但是,我是考虑到这些,我才赶紧过来给你修呢 为讲了,修好了,你不给钱 你要是这样不讲诚信的话,以后没有人跟你合作 别跟我承认好多 我这是谁啊,是干劳动制的 你的劳动制就是两千块钱 现在,我算明白了 为什么你们当地金服员不给你修 原来,你就这样的人品 谁是人品为你啊,我若是人品又为你,不能开这么大的厂 你要人品没问题,我为你,我修好了,为什么不够钱 你知道吗,我接到你的单一后,我开车两个多小时 我来到一分钟都没修起,抓紧时间给你修 我就怕耽误你的时间,影响了你的订单 您那毛败,帮我自己修好 那是你的职业素养 如果你磨蹭了几天,再不修好的话 那是你的职业造成有危机 老板,今天我也不给你讨论这个问题 你赶快给我拿出钱,我走,下一回可我等着呢 等着你还不赶紧走,就了点 行,老板,你要是这样说的话 我就把话料着了,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后悔什么呀 反正现在,我创造机器,已经正常运行了 我怕什么呀 行,既然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无话可说 你是做大生意的,大老板 你也懂得,一杯价钱一杯货 我可以拿出这两千块钱 但是我要告诉你,两千块钱就五千块钱 它的效果可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说张师傅,你别在这里生气了 以后我们合作的机会还多着呢 我床子里这么多机器 以后再坏了,我再跟你联系 你来了,我再多给你点不就行了 还以后,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看,咱们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合作了 也没有机会再合作了 你的机器啊,再出了问题 你也没必要再找我了 我告诉你,你找我,我也不会再来了 你看,哪个好的样子 以后,我再不想找你呢 我机器也没有马面了 还是我宿命 联系几个师傅都是要八千 没想到,联系这个 说好的五千,两千块钱就大夸大了 赚了 老板,老板 老板,老板 你这花里花里的干什么呀 不好了 那咱们的机器又出问题了 刚刚那个维修师傅呢 那师傅已经走了 这机器不是高级好吗 这谁知道呢 刚才是好好的 可是用着用着 突然就出老毛病了 怎么会这样呀 难道平坊关上了多少了 还能正常出货不能 出不了的呀,老板 这还差好多呢 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如果咱这批货 不能按时完成的话 可是要赔上人家好多违约金呢 老板,你赶紧想办法呀 好,我给他搭个点了 行 他没接我的电话 没接电话 那怎么办呀,老板 咱们可不能再拖了 这批货 人家客户那边一直在吹呢 行,我知道了 你一下下雨吧 好好好 看来 我在村子跑一趟了 打定了,师傅二爷 这一家 应该就是赵师傅家了 谁啊 张师傅 哎呀 我终于找到你了 什么是你啊 你来干什么 哎呀 张师傅 我来看看你 你看我 我有什么好看的 哎呀 张师傅 哎呀 张师傅 赶快坐下 谢谢 你可点这些东西干嘛 给你点了好酒 我说你喝呢 我不喝 赶快走吧 哎呀 张师傅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真是不达笑脸的 我既然来了 你怎么也来 给我倒杯水喝喝吧 行 我给你倒杯水 喝了吧 赶紧走人 哎呀 张师傅 我一开玩笑呢 你别到来 赶快坐下 我有机制 要跟你商量 哎呀 张师傅 你可不知道 自从你走了之后 吉吉 他又坏了 又坏了 我就知道坏了 哦 你知道呀 我这次来 就是求你回去的 求我回去 我告诉你 我不会给你回去了 就你这人品 你这素质 不讲成绩 过河拆桥 我给你回去干嘛 张师傅 我知道 都是我的不对 你就别给我一般见识了 好不好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这样的老板 我见得多了 我当时 我不是没有提醒你 我都提醒你的 五千给两千 它是不一样的 当时我也不知道 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呀 王老板 我不瞒你说 我干机修啊 也干了有二十多年了 我也见过诚信的老板 也见过不诚信的老板 所以啊 每次修计计之前 我要先设定一个 适应应程序 这个程序啊 会正常工作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它会自动关闭 如果想再重新启动啊 需要再出入下一个程序 我就告诉你吧 这一套 就是这队里不诚信的老板 哎呀 张师傅 你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你也是个不这样诚信的老板 我把机器给你修好了 给钱的时候不给了 好了 你跑到这了 我爸话也跟你说明了 你的机器 我不会再修了 你想找谁找谁 赶紧走吧 哎呀 张师傅 今天我来了 你要不给我一块走 我也不会走了 再说了 这一次你放在 如果你给我去修机器的话 我先给你钱行了吗 赶紧 你不担心了吗 先交钱 我也不会去 我现在 好多家等着的 我先去求别人的呢 哎呀 张师傅 我们的订单集 等等出货呢 我求求你了 先给我们修好不好 你急不急 跟我什么关系 人家哪一家不急啊 张师傅 我求你了 赶快去吧 再帮帮我好不好 帮你 你这样的人 值得帮忙 值得信任吗 这次去 也行 我告诉你 价格 就不是一千的价格了 怎么 还涨价呀 涨价 我不是涨价 我出去一次 最低就是五千 上次你还欠我三千呢 这次想让我去 最低八千 哎 行吧 既然你是这样说了 我同意 你既然同意了 那把钱先给我 那行 我身上没有现金 拿到你的手机 我给你扫一下 要真相 重拾这诚意 八千 你呢 那行 咱们走吧 行 走吧 安庸在心里 无优惠